有关解开第三印 上个星期我们稍微讲了一下 今天我们细说一下第三印的真正属灵的意义 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五到第六诀 解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手里拿着甜品 我听见在四国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千银子买一身麦 一千银子买三身大麦 有我久不可可照看 我们上个星期提到 第三个印这个黑马 是预表饥荒的意思 因为它临到地上的时候 造成饥荒的开始 我们也知道跟第二印很有关系 第二印是代表战争 因为战争的缘故 接下去也造成了一些饥荒 农人无法耕种 土地被破坏 这个黑马的黑这个字 是表示饥饿人的脸色 就是黑色 因为饥荒到一个程度 黑 脸都变发黑了 这个我们也提到那个经节 这个耶利比埃哥里面 第四章八到九节 还有五章九到十节里面的预表 那到底为什么会饥荒呢 饥荒主要原因 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 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 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咳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很清楚 并不是没有饼吃 也并不是没有水喝 人饥饿虽然你有饼 但是人就饥饿 干咳并不是因为没有水 虽然有水 人就是干咳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不听耶和华的话 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 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 当那日美貌的处女 和少年的男子 必因干咳发昏 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 启示着说 但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 启示 又说我们指着别师巴的神道 启示 这些人都被扑倒 永不再起来 也就说我们如果是一个不遵守 耶和华神话的人 游民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 游水不能解决我们的干咳 然而那些寻求外邦的拜偶像的 被扑倒 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生活 生命灵力的需要 所以饥荒的造成是因为 人离开神的话 那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六章五到六节里面 所说的 这第三印开的时候 有一匹的马 这匹马骑马 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的天平 我们必须来细说一下他属灵的意义 这个天平 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意思 一个正式叫做称良用的天平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恶 就是那个牛所赋的恶 我们来看他属灵的主要的意义在哪里 当天平应用在审判的时候 这个天平就是一个标准 这个天平会估量 这个人的生活估量 这个人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标准 历位纪十九章三十六节 历位纪十九章三十六节 要用公道天平 公道的砝码 公道的身斗 公道的秤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惩罚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确的律律 典章 我是耶和华 这里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 叫到以色列人 他们施行审判的时候 不可行不义 在尺寸身斗上 也是要如此 叫他们行事为人 办事定夺事情 他们必须根据神的话的标准 来做衡量 处理事情 也是根据神的标准来做 特别是在将要来的灾难时期 或是饥荒的时期 这是更重要 更重要 和西亚书十二章 第七节 和西亚书 第十二章 第七节 以法连是商人 手里有鬼炸的天秤 爱情 欺骗 所以在像这样 激荒的时刻 如果你是商人的话 你就要非常小心 你不能用鬼炸的天秤 来行事 或做生意 因为神必报应 神必报应 所以天秤在神的手中 相当于神的一个律法 我们看那个 单一礼书五章二十七节 单一礼书五章二十七节 这里讲到伯萨三王的一个故事 他说伯萨三王 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因为伯萨三王 他是巴比伦王的儿子 他也知道巴比伦王 因为骄傲的缘故 被神赶到旷野 后来在旷野一段时间以后 他悔改了 就回来了 神也让他回来了 伯萨三王他明白 神做事的法则 他应当敬畏神 而不应当放纵 但是伯萨三王 他把掠掠到 巴比伦 叶华圣殿的那些器具 以及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器具 拿来做俗的用途 在宴席上 让这些人来引用使用 然后让人来 诈美金银铜铁 物质所造的神 而不敬畏神 而不诈美神 结果神就有一只指头 在墙壁上 这个墙壁上就写出了一些字 这个字叫做 尼尔尼尔提克勒 也就是无防耳心 那没有人认识 这到底什么回事 因此单一礼 有人就建议叫单一礼 来解释 因为单一礼有属灵的智慧 和神圣灵的启示 所以单一礼就解释给他们听 说尼尔尼尔就是 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 到此完毕 提克勒就是你被蹭在天平里 显出你的亏欠 提克勒斯就是 你的国分为分裂 位于马代 或是当天晚上他被杀 古列王就篡了他的王位 后来古列王被神激动 就叫以色列人归回 把这些器皿都同时送还给 这个耶路撒冷 让他们重建圣殿 那这个天平 你知道我们人在神面前 有一天我们在基督的台前 神要审判 一看 如果我们在神的天平里面 显出了亏欠 我们就要受亏损 我们就要受亏损 所以天平是衡量 我们今日生活 是否在神面前 有写出亏欠 如果我们信了主耶稣 我们在神面前亏欠 因为信入他的缘故 主耶稣在世价上 所成就的这个义 因为我们信入他的缘故 他就将他的义 转到我们的亏欠的上面 因此我们在神面前的天平 就不再显出亏欠 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因信称义的意思 我们如果没有从神来的义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在神面前的天平里 都显出亏欠 所以要如何解决 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 我们就必须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 二十二到二三节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到二三节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的确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是我们虽然亏欠了 但是今天只要 因为信耶稣基督 这义就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亏欠 就因为信入主耶稣的缘故 就补足了 这个骑在黑马上的一位 拿着天平 这个天平有他的作用 这个天平是来衡量 我们在神面前是否有亏欠 这个天平也是一个限制 我们看这个 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 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 基督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我们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 辖制 这个恶 就是这个 你可以说是天平 也可以说是恶 同一个字 凡是犯罪的 都是罪的奴仆 如果你是罪的奴仆 你就被罪的奴所辖制 但是今天只要我们 信入主耶稣 基督就释放了我 叫我得以自由 我就不再做奴仆的奴所辖制 所以这个恶 是一种匣制 这个恶 也是一种限制 提摩太前书 第六章第一节 提摩太前书 第六章第一节 王在恶下做仆人的 当以自己主人 备受十分恭敬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 被人亵渎 如果你是做仆人的 你的生活里面 有一些东西 就像天平或恶来限制你 你就应当学习 在这个限制里面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你守住你的位分 但是你如果觉得 这个恶很重 我承担不起 我的担子太重 我当如何呢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和三十节 我们把二十八节也放上去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担负我的恶 恶就是这个 你们担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 你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今天有一种 有的人成为基督徒 要过教会生活 有一个考虑 你叫他幸福 没有问题 叫他受尽归入主的名下 做基督徒 过教会的生活 他们有的时候 会有一个考虑 主要考虑是什么呢 怕成为基督徒以后 他的限制很多 怕这个限制很多 时间到了 要来聚会 这个中秋 明天是中秋节吧 是今天 明天 明天 我搞不清楚 明天是中国的今天 明天 那有的人想要这个中秋节嘛 起码也应当 在家里庆祝庆祝 或者请客 请客人来 应该忙碌一下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节期嘛 但是又要聚会 又要聚会 那怎么办 上礼拜不是来的一群新人吗 也是基督徒 他先跟我 打个招呼 今天啊 我家里啊 请客 我今天不能来 我下礼拜再来 我说没有问题 这个 他说 我请了很多人 他儿子的同学 还有这些朋友来 今天 下午这个忙了 会忙了整天 我说都没有问题 那 你知道 对基督徒而言 聚会 的确是很重要 如果我拉了聚会啊 这个我就从神那里 失掉了一点祝福 恩典 就拿薄饼聚会来讲 你知道我们薄饼聚会是什么呀 不是只是吃饼 吃那个饼啊 那个 一点点那个葡萄汁啊 那好像 你们以为那个没有什么 但是你知道 这是神给我们的份 你知道吗 神要祝福你 就借这个饼 与杯 你知道 以上和雅各之间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雅各 亲看 咱子的名份 当他被祝福的时候 他失掉父亲给他的祝福 也就是那一份 每次薄饼聚会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我来到这里 不但是纪念神 为我所成就 从此 我来领受 我的那份 你不吃 别人把你吃 你不要 别人把你要 本来 这里有十份 每一个人都有一份 你如果 不要你那份 那你的份 那你的份就分给别人 你知道 一扫 他的难处就是 轻看 斩子的名份 他的难处就是 他喜欢 世俗 贪恋 世俗 所以他就 失去了 我们今天 来到 神的面前 我们要 重视 我们 那一份 没有 没有错 成为基督徒 他 必须过一种生活 但这种生活 你可以说是一个 恶 但是 是主 所良给我们的 你如果 离开 神的家 在世俗里面 过生活 你似乎没有得到 主给你的恶 但是呢 撒旦却给你 另外一个恶 这个恶 会压得你 透不过气来 所以 信入主 反而 是一个释放 成为基督徒 没有错 需要过正常的 基督徒教会的生活 必须的 因为 我们成为一个人一样 我必须要正常的饮食 正常的生活 我的身体 才会健壮起来 成为一个 和长得合适的 一个身体 成为基督徒 也是如此 需要有一种的生活 这个生活 在 主耶稣生命的 规范之下 你可以说是恶 你可以说 这是一种挟制也好 但是呢 它却使我能 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就相当于圣经里面 所说的 我们看那个 约翰福音 第八章 三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 三十二节 我读三十一 和三十 耶稣对信他的 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 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盟徒 你们 必晓得真理 真理 必叫你们 得以自由 所以很清楚 遵守主的道 反而会让我们 得以自由 我们以为 遵守主的道 太多限制了 我不能做 我所要做的 我今天要高兴 怎么做 我都不能 我必须来聚会 太多限制了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我遵守主的道 我就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我 得以自由 如果 我凭我自己的方法做 照着我的意思做 我刚才不是讲读过了吗 阿摩斯书那里讲的 我们饥饿并非无比 干渴并非无水 乃是因为什么 不遵守 主耶和华的道 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们不要小看 遵守主道这件事情 当我们学习遵守 可能那个时刻 我们不明白 但是你发现 因为遵守的缘故 他会带你走一条路 叫做 自由 叫你脱离 从罪来的捆绑 反而叫你自由 一个不愿遵守主道 而愿意享受自由的人 他会发现 他会陷在罪着捆绑的里面 出不来 不但没有自由 反而有瑕疵 有人说 我希望我能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要抽大麻 就抽大麻 我不希望人来管我 我需要 我要希望我的情绪高涨 我可以吃一点毒品 使我的情绪高涨 我不需要人来管我 没有错 你可以吃毒品 你可以吸大麻 但是当你吃了毒品 抽了大麻以后 你有没有不抽不吸的自由呢 所有的人 经过的人都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他没有那个不吸不抽的自由 当你上了瘾以后 你会消耗你所有的财富 你会败坏你的身体 你会破坏你的周围人际的关系 你也会羞辱你自己的名 你想自由 你可以有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 使你陷在罪的瑕疵里面 反而没有自由 但是如果我们学习 遵守主的道 表面看起来 有这个恶夹在我们身上 但是 这个遵守 会使我们明白 什么叫真理 借着明白真理 他能使我得以自由 不受罪恶的瑕疵 我们看耶利米苏30章 15到17节 耶利米苏30章 15到17节 以赛云书30章 15到17节 主耶利米苏30章 主耶华以色列圣者 常如指说 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 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禁止不肯 你们却说 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你们必然奔走 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身口 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 一人赤货 必令千人逃跑 五人赤货 你们都必逃跑 以致圣像 跑向山顶的旗竿 安刚上的大旗 主耶华讲得很清楚 凡老虎担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因为我但是轻省的 我这儿是容易的 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呢 因为我们怕受限制 因此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 自己来寻求安息 自己来寻求我自己所认为的安息 就像以赛亚书 第30章15到17节里面所说的 我们实在是需要安息 我们实在是需要平静安稳 但是我们不可 我们想用自己的方法 结果我们是就像这里所说的 我们骑了马 飞快了马伸口 追赶我们的也是如飞快 我们想胜过难处 没想到难处临到我们全岛 这是我们的光景 那我们应当怎么办 应当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学习遵守主的话 一个人学习遵守主的话 我们在饥荒中 我们会存活的 我们在难处中 我们有主的话 他会养活我们 干渴的人 他会用自己的话 来解我们的干渴 饥饿的人 他用他的话 来解我们的饥饿 如果我们不遵守 不接受神 对我们所说的话 会怎么样情形呢 我们看 约翰福音12章48节 如果他今天 你没有经历到所谓的饥荒 但有一天 你会经历到神的审判 约翰福音12章48节 我加上47节 47节说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节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到 在末日要审判 这里讲的话 我的话 话 完全是指 这希腊文叫 就是神 对我们 呼出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神的话 这话 能够说出来 那这话 你如果接受 这话 临到你 如果接受 你这个人 会解你的饥荷 也会解你的 在饥荒中 让你存活 但是你如果 拒绝不接受 这个瑞玛的话 他这里说 在末日 有审判他的 什么审判他呢 就是我所讲的道 道呢 是Logos 就是写在圣经里面 写出来的 这些话 这些话 像龟条 绿粒一样 到时候 一条 一条 来审判 愿主联名我们 让我们看到 第三一开的时候 有一个骑 黑马的 手上拿着天瓶 他的天瓶 是一个警告 天瓶 告诉我们 我们在神面前 有一个亏欠 我们如何 补足 这亏欠呢 就是 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那神 我们的主 因为 他为我们死 成就了神的义 我们借着 接受他 我们把 耶稣所成就的义 转到 我们的账户上 使我们的亏欠 在神面前 都得以解决 另外 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们 不接受他 我们继续过一个 犯罪 得罪神的生活 我们就成为 罪的奴仆 这个罪 就挟制了我们 过一生的道路 如果我们 愿意脱离 这罪的挟制 我们愿意 学习接受 耶稣基督的话语 借着遵守 他的话 没有错 遵守神的话 可能有一些的限制 但是主说了 凡老虎 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他们 得享安息 因为 我的恶是容易 我的担子是轻死 我们不要背负 从罪来的恶 但是呢 我们愿意接受 主 主 你所良给我们的恶 因为主 所良给我们的恶 也是 对我们的一个限制 对我们是 有益处的 他会引导我们 过一个自由 有得胜的生活 使我们成为得胜者 他这里还告诉我们说 一钱银子 买一身大卖 一身卖 小卖 一钱银子买三身大卖 油和酒都不可 糟蹋 我们等一下讲这个油和酒 我们现在讲这个糟蹋 我们上次已经讲到 这个糟蹋这个字呢 是讲到不义 就是不义的意思 就是讲到他的不义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字 意思 就讲到亏欠的意思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三节 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三节 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 朋友我不亏负你 你由我奖定的 不是一钱银子吗 这里讲到 这个主呼召人 进到他的家里面 侍奉他 有的是在清晨的时候 有的是早上九点钟的时候 有的是正午的时候 有的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还有一个 下午五点钟 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工作是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那我们知道 马太福音二十章 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 就讲这故事 讲到早上去的 中午去的 还有下午三点钟去的 他们都是根据 奖定的工钱 来服事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指的 在律法之下 根据律法 神呼召了这些人 来服事他的 所以 如果你根据律法 来服事 当然 你得到报酬 也是根据律法 所说的 那最后一个小时 下午五点钟的 他是 他说没有人请我 因此 主人就把他 请进去了 如果认为 这个时候 被主所请进去的 他不是根据律法 他是根据 所谓的恩典 所有进去 得 工资的 讲都是一千银子 特别是 最后进去的那位 他做的工作虽少 但是所得的 却是一千 那这个最后 被服召进去的 就是指 我们这些外邦人 因为主来的日子静 快接近六十了 下午六十了 所以这些人 他只要被 呼召进去 所得的 就跟 以色列人 先祖 他们 造的律法 来服事主 他们所得的工资 是一样的 因此 早去的人 就抱怨了 怎么 我们所得的 跟这些人 得的一样呢 我们白日 我们整天 劳苦 受任 那后来人 居然得的 和我们一样 家族就说了一句话 朋友 我不亏付你 就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把你给糟蹋 因为 这是我所愿意 这是我所定 我和你之间的契约 就是如此 根据这个律法的条例 我所付你的 就是这么多 那对外邦人而言 我们听到 我们都应当感恩 我虽然不配 我虽然做得 非常的少 但是主 你今天 居然所给我的 与那 一早进去的 完全一样 这是恩典 路加福音第十章 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 十九节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 害 这害这个字 就是指的这个 指的什么呢 不会 因为我去传福音的缘故 撒旦没有任何的地位 能糟蹋我们 或在我身上 行任何不义的事情 我们看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 就偏待人 这不义就是指的这个 在饥荒中 我当如何行事 我应当注意一件事情 不可行不义的事 不可使人受害 别人当得的 我应当给他 不当得的 我务必加多 也就是说 我不能行不义的事 当我行不义 主就用不义来报应我们 因为主 他不会偏待人的 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三节 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三节 行的不义 就得了不义的功架 这些人喜爱白昼烟乐 他们一被玷污又有瑕疵 正如你们一同作息 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所有行不义的 他一定会得不义的功架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特别在混乱饥荒的时候 神的话不明显的时候 吃不饱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注意 我们的行为 不能行不义 因为 你行不义 神就以不义来报应你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害就是这个字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 你说不义也好 糟蹋也好 亏损也好 喊 那如何能避免这个呢 你看他们这些得胜者 他们是如何成为得胜者呢 他是写给四美拉教会 你们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吓在街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光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还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也就是说 在危难时期 在密破时期 大灾难时期 在饥荒的时期 我们能够致死忠心 这些苦灵道不要怕 受患难也不要怕 你会发现呢 你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所以这些糟蹋 就表明了很多很多的意义 一方面有天平 教导我们也警戒我们 一方面在我们的行为上 我们要注意 不要行不公不义的事情 因为在混乱的时候 很多不法的事都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当注意这个 要致死忠心 到时候就免去那第二次死的害 那现在就说 油和酒 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油和酒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注意油和酒 油在这里 我们知道是指橄榄油 但是这里所预表的是什么呢 圣灵 圣灵 也就是说在饥荒中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使用油和酒 我们先看 马太福音第25章 马太福音25章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5章 第一节到第13节 就讲到四个童女的故事 这里也讲到油的故事 那如何能成为 在神的婚宴上有份的呢 就是跟油是否存在你的器皿里面 有很大的关系 所有得救的人 灯里面一般都有油 都有油 能点着灯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得救的人 灵是活的 然后因为神的灵进到我的灵里面 所以我里面那个灵活起来 也就是说 我的灯是点着的 但是 仅仅凭着我灵里面的油 是不够等待主的再来 所以必须将油 放在器皿里面 也就是油 要有预备一个器皿 来装油的 那如何预备我们这个器皿呢 这里指聪明人 是预备油在器皿里面 不聪明呢 余浊的 他不将他的油 预备在器皿里面 我们知道 这个器皿在圣经里面 在这里是预表我们的火 当我们一个人一得救以后 我们灵里都有油 但如何让我们灵里的油 能够进到我们的魂里面 使魂也预备油呢 就是我们这些日子所讲的 必须借着十字架 来破碎我们的魂 如果没有魂不破碎 灵里的油就出不来 灵里的油 冲不来 我魂里就没有油 没有错 我们都是得救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如果 我们的魂不破碎 我们不过是一个 属魂的基督徒 属肉体的基督徒 你是得救了 但是当你去面见主的时候 你发现我的油不够 我的油不够 所以我们主就叫他们说 我不认识你 然后呢叫你去买油 买油是什么呢 就是花代价 你在净事的时候 不花代价 使你的魂能破碎 让油能进到你的魂里面 让你的魂受制于灵 让你的魂接受圣灵 对你的指示 让你的魂接受灵来引导你 如果你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你虽然得救了 你还照你原有的 救人的魂来过生活 你会发现 你今生你不付代价 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在祖来的时候 在牵连国度里面 神把你放在黑暗里面 让你去学习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是哀哭 切死 所以如何我们使用油和酒呢 不肯糟蹋 你知道 当我们的时间 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在乎这个 就是糟蹋的这个时间 如果我们珍惜 我们现有的时刻 我们只要抓住 我们有气息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使用 神所拟所 量给我们的这个油 我愿意让我的魂被对付 使油能进到我的魂里面 使我能够做一个聪明的童女 迎接主的再来 不要到那天 主还没来的时候 我们都过去了 都睡了 睡了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死了 当然一死了以后 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去预备油 除非等到审判之后 你在黑暗里面去预备 我们为何不撑着 我现在有气息的时候 我现在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好好珍惜 每一个时刻 我该传福音的时候 我尽其所能的 我花着代价 我虽然不会传 我可以带朋友来 我虽然不会讲 我可以带菜来 我可以人来 在能力来扶持 在祷告中来扶持 这个福音的聚会 我可以参加主日的聚会 接着主日的聚会 我从主那里来接受神的话 这话来改变我 使我更有能力 来破碎我的浑 好让神的灵 这个油 进到这个浑里面 让我做一个预备油的人 在我的亲民里面预备油 这是一点 另外 我们看那个 路加福音第十章 三四节 如何使用油和酒呢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十章 三四节 你知道路加福音第十章 二十五到三七节 有一个故事 讲撒玛利亚人 灵敏的那受伤的 这个故事我们讲了很多 很多人都明白 因为这里有一个律法师 他主要是来试探主 说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有身 那主耶稣就说 律法上怎么写的 你怎么练的呢 这个所以说整个律法里面 这个律法师 他很明白 这个律法 就是十节 他知道十节的精髓是什么 就是两条 本来十节有十条 头四条是讲的神 头后面六条 后面六条是讲的人 所以他们归类成 头四条就是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一条 那后面六条归类成 又要爱灵色如同自己 很聪明啊 这个律法师 也就是说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然后问题就是 那人他以为自己很懂的圣经 就问了 谁是我的灵色呢 那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他说有一个人呢 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的手中 那主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你这个律法师 你从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地方 你走到耶利哥去 是往下坡走的 然后你这位 应当在耶路撒冷 释奉神 但是呢 你却是过一种灵性下坡的路程 往耶利哥去 耶利哥是预表祝福之地 你灵性往下走 结果你落在强盗的手中 他们拨去你的衣裳 把你打个半死 这个强盗呢 在这里所预表的 就是律法 任何一个人 想行律法 都给律法打个半死 想遵守律法 结果被律法定罪 没有一个人 能凭律法称义的 因为我行律法称义的 所以都给律法打个半死 这个强盗 就是代表律法 拨去他的衣服 把他打了半死 衣服一上 就是预表人的行为 打了半死 虽然没死 但是却是没有行为的能力 想行律法的人 都没有办法应行律法称义 所以这就是律法师的一个难处 这个时候有个祭司来了 这个祭司 他原来的地方应当就在 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侍奉 但是呢 他也往下坡走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来了 立位人也是应当在 圣殿里面侍奉 他也往下坡走了 他们都没有办法 解决自己的事 何况能够帮助这位被打了半死的呢 因此他们都过去了 我有一位是撒玛利亚人 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看到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就预表主耶稣 是人所看不起的 人所瞧不起的这一位 那这一位 他来了 就动着慈心 记得 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口 带到殿里 去照应他 那主 所以这个油和酒 如何使用 如何在 主还没来的时候 或是在饥荒的时候 如何来使用 就像主这里所说的 油在这里预表圣灵 酒预表生命 借着圣灵与生命 来裹我们的伤 来医治我们的亏欠 使得我们 能够来到神的 这个殿是预表 神的家 在主还没来之前 这是预表 今天就是预表教会 在教会里面 学习来先被主所爱 那谁是我的灵色呢 我要在教会中 学习爱我的灵色 这里的灵色 我们知道就是灵灵他的 学习在神的家中 先被神所爱 当我们被神所爱了以后 我们发现了 我们才能爱主 我们能够爱主 接下去 我们才能爱我们周边的人 如果你说 你要我们应当 基督徒应当去爱人 爱我们周围的人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 先被主所爱的 如果我们不能爱主 接下去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前提要爱我周围的灵色 我必须 我的伤 先被主所果 先被主医治 然后 主将他赐给我的能力 让我们学习 爱我们的主 但我们知道 如何爱我们的主 也会爱他所爱的弟兄和姊妹 你直接叫弟兄姊妹去爱 你周围的灵色 或你周边的人 一般来讲不太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被打了半死 我们根本没有行为的能力 你叫那些没有行为能力的 去爱人 不肯 所以要如何使用油和酒 不让它糟蹋掉呢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第一个 先对护我们的魂生命 让我们的魂能破碎 让油能进来 到有一天 我们迎接主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聪明的童女 我们 有油预备在器人的里面 第二个 学习 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 好好地被主的爱先充满 主的生命所充满 然后过一个爱主的生活 当你能够爱主 你一定能爱主所爱的 这是一个保证 如果我们对主没有兴趣 对主 失望 冷淡 你叫他去爱 主所爱的弟兄 白说 也根本是不可能 我们如何 能够爱 周围的弟兄姊妹呢 你先被主爱 你先借着主 量给你的生命 使你能够爱主 一个人如果不能爱主 你空谈去爱其他人 所以今天 在这个主 末世的时候 也就是说 饥荒的时候 我应当如何地行 油和酒不可障碍 让我们好好地使用 这个油和酒 也就还有另外一个 以佛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以佛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但用诗章 颂识的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 心和葬礼 这个 酒能使人放荡 所以我们要被圣灵的酒 所充满 好让一方面 神得荣耀 一方面 我们生命 可以复苏 这就是 我们今天要查的 启示录第六章五到六节 下礼拜 我们查第四印 这个第四印 就讲到 归马的事情 那里面到底讲什么意思 我们下礼拜再看 不过在 在讲福音预备之前 我们先安排一下 下星期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